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 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 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 是明朝永乐大典 3.5倍之多 由此可见 乾隆对于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 而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也颇高 一生写诗四万多首 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 他还酷爱收藏字画和对对联 坊间流传很多乾隆对对联的故事 看过铁齿铜牙纪晓兰 都知道里面有很多对对子的经典画面 乾隆一生多次下江南游玩 有一次 乾隆带着纪晓兰 和深一行人南巡 一路上欣赏这锦绣河山 让乾隆非常高兴 于是就要请大伙吃饭 他们找到了江南当时最好的酒楼 这就酒楼生意非常火爆 人生鼎沸 乾隆一行人点好酒菜 开始大快朵頤 酒足饭饱之后 乾隆看到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富足 一派祥和之景象 于是心生喜悦 想到了一上连 一来二往三杯不醉 乾隆这上连出的还是很经典 连中运用数字递进的手法 从一到二到三 并且前后部分都能组成一个词语 一来二往三杯不醉 连在一起又是一句完整的话 把酒楼里的人们享受生活 举杯畅饮画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和情和景 可谓十分巧妙 众人面对这句上连 都连连称赞 可是没人对上来 这时乾隆看到正在大口吃肉的纪晓兰 问道 纪大才子 可有妙对啊 纪晓兰赶紧放下筷子 祈禀万岁爷 容臣想一想 其实纪晓兰对这个上连是一脸不屑 觉得有点俗气 奈何人家是乾隆 都知道乾隆最大的喜欢 就是迎诗作对 他一生作诗四万首 写诗数量之冠 非乾隆莫属 但是诗的质量 那就惨不忍睹了 纪晓兰思索片刻后 想到了一个绝妙下连 白鸟千提万物复苏 纪晓兰这个下连也是运用数字递进的手法 用百千万来对应一二三 无论是意境还是霸气程度 可比乾隆的上连要好上许多倍 当时正值初春 各种鸟争先提叫 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 这下连可谓和情和景 十分绝妙 乾隆听到这下连 大喜 连连称赞 纪晓兰不愧我大清第一才子 上连 一来二往三悲不醉 网友们可有更精彩的下连 对连故事接着看 才女出上连 东门娶妻西门庆 书生对出绝妙下连 福获芳心 对于华夏儿女 言皇子孙来说 从小就听到老师讲道 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 短短几个字 却道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底蕴 从春秋的百家争鸣 到唐诗诵词 书法艺术 取义杂耍 对连文化 这些经典传统文化 无疑不在滋养着每一位中华儿女 让每个中国人都受益匪浅 在众多传统文化中 对连是比较流行的 因为它雅俗共赏 贴近生活 对连 是我国灿烂文明中 一朵璀璨之花 历经千百年 依然散发着光彩和芬芳 至今都还在影响人们的生活 婚丧嫁娶 都离不开对连 在古时 对连作为文人默克 消遣娱乐的方式 经常被用来相互切磋 闲来无事的时候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迎师作对 因此流传下了很多经典名联和趣事 对连在古代 还有千红线的功能 很多才女通过对联的方式 为自己招到满意夫婿 话说乾隆年间 扬州有一富商姓张 这个张姓富商 经营的是宣纸生意 要知道在古代 可是很名贵的产品 有句话 叫做洛阳纸柜 可建置在当时的地位 整个扬州都有张家的店铺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不仅如此 这户人家还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千金大小姐 张音音 此女可了不得 从小就饱读诗书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吟诗作对更不在话下 并且人还非常漂亮 妥妥的附加千金 张音音成为了当地很多青年才俊 梦寐以求的对象 每天都有上门求亲的人 张音音都见怪不怪 戏以为常了 有一天父亲问他这么多男子 其中不乏财子俊杰 名门望族 你难道没一个心动的 张音音回复父亲道 这些人都是奔着我的外貌和背景来的 我要找的夫君 必然不会这般俗气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 父亲听了 一脸错愕 胡闹 你一个女孩家家 还自己出去找夫君 不害骚吗 张音音说 我才不在乎那些世俗的眼光 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 不然我就一直赖在家里 不嫁了 眼看又不过女儿 就问女儿要怎么去找 张音音说 自古以来有抛袖球找夫君的 那我就出了一对字 谁能对出我想要的下连 我就嫁给谁 张音音以对联招亲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扬州城 整个扬州有名的才子和富家公子都来了 都想知道张音音出的一个什么样对联 此时张音音在万众瞩目之下 说出她的上连 东门娶妻西门庆 这个上连暗示自己想要一位如意郎君来迎娶自己 从东门娶进来 在西门欢庆 实属妙哉 众多才子纷纷对出下连 李公子对出的下连是 西门丧夫潘金莲 此下连引得哄堂大笑 只能娶乐 不能入张音音的眼 这是王公子说出了她的下连 南方家人北方曲 这个比刚才的李公子强多了 但是对账不公整 意境也差很远 此时角落里传来一句 南院发丧 北院哭 众人望向这名公子 这不是来大杀风景吗 人家是喜事 你整这一出 分明是对张家的不尊重 此时张音音起身看着眼前这位公子 救你了 人生本就是悲喜交加 有喜就有悲 这喜悲对的绝妙 众人不敢相信 张音音果然是为其女子 而对出下连的公子 是名秀才 不久后 两人就拜堂成亲了 此事成为了一段佳话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